无意乏刚刚发布的英文单曲Deserve在国外引起了很大反响 抛开作品不说,是因为这首单曲上线两小时后,就登顶iTunes单曲榜 更夸张的是专辑Antaris中有六首歌占据iTunes单曲榜前六名,可以说是很强势了 对于上述成绩,引起了国外不少国外用户在社交网络上的吐槽,因为不少人质疑这是刷榜行为 不过从最新iTunes榜单来看,吴亦凡的新专辑已经不见踪影了 目前iTunes并未对此事做出相关回应,吴亦凡新个数据被清除 全部降至100名盖挖从苹果iTunes显示的情况来看,吴亦凡新专辑已经在前100名消失 而Amy Ariana Grande,新单美去登顶,就榜单新榜单对于这波吴亦凡新专辑在iTunes强势图放的行为 不少国外用户都在推特上都在询问,吴亦凡到底是谁 其中不少Amy Lady Gaga,等近期发了新歌的歌手粉丝,都在为自己喜欢的歌手鸣不平 认为这是吴亦凡的粉丝刷榜所谓 此外,甚至还有消息称,Ariane Grande经纪人Skota Braun在推特上一次指责吴亦凡刷榜 对于这样的猜测,11月6日,Amy经纪人发文,否认指责吴亦凡刷榜 吴亦凡的专辑目前仍可以购买收听,但是之前的打榜数据已经被清除 这是发生意论的共同 产品圈,不少不同。 这些钮里面很有可能 有很少 beyond 或者点凡的